這個提告的事項,現在黃珊珊正在寫訴狀 我們會告民事 第一點,我們也不喜歡訴訟 但是我覺得這種惡風,一定要惡止 傳統以來就是這樣 先報一篇新聞 然後裡面是事而非 然後晚上call in節目開始講講講 然後把它鬧大 等到聲量打起來 第二天 報紙再一片 這個事情是這樣 我好像早上都講過了 1月13號投票就出來,民進黨從來不來溝通 每天在媒體上罵我們,罵一罵去 到前一天,突然各方人罵都出現 他說我們打電話給他,拜託 我為什麼要告民事 他就要去法院要提出證據了對不對 看到底什麼意思 大家到時候都把 把這些資料拿出來 你是你們打電話來叫我們要打給他的 怎麼變成我們是主動打給他 你說那一些 還好你知道 還好,最後我有留簡訊 我就很明白跟他講 我們也沒有辦法做交易 我們這個每天在罵新潮流 怎麼可能再去投新潮流 所以這個 我們沒有辦法支持新潮流 他講得很清楚 你要投給黃正山就投 我們也不可能跟你交換 所以我們一定要去投你們的副院長 就這樣 講完啦 謝謝 謝謝